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法派屋的空屋不点交处理的程序 首先我们现在强调这是个不点交 那因为它是空屋所以导致它不点交变得比较容易 但也因为它是不点交所以你要多一个所谓的法律程序 如果说我们今天讲一个例子 如果说今天这是个空屋点交 那基本上来讲你就申请点交 那其实你就一个阶段 因为你是已经取得执行名义 那你可以申请将这执行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单纯讲点交 就是法院会点给你 那重点顶多是一次两次 那如果有人最主要最多就多了一个班前辈 那如果有个职务人 那当然基本上来讲这个部分的难度就会非常高 各位就要小心谨慎 就算它是点交 我个人也是建议说你要有足够的知识 再来做这件事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空屋不点交 既然是空屋不点交 我们一定要把不点交变成点交 那我们的做法也是这样 就是很简单就告 那通常的话来讲它既然是空屋的话 你在告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所谓的一照辩论终结 什么叫一照 一照的意思就是指原告出庭被告不出庭 为什么因为是空屋嘛 那怎么可能会到呢 所以如果是被告它现在目前是空屋 它怎么可能还会去出现法庭 那既然它没有出现法庭 那这样的一个法律成绩就变得很简单 不用什么收集证据 不然的话不然下次再提一个时间 可能一整的过程当中 你又提理由他又提理由 那不断的攻防结果 导致于整个辩论时间拉长 那当然打败的人也可能会再上诉 然后可能再一次上诉 二三次上诉 这时间就浪费掉了 所以说如果是空屋电不点交的情况 基本上是不会有这种情形 你就是要透过第一个阶段 就是它从不点交变成点交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是 你今天你变成是点交的情况之下 或者说对方是败诉的情况之下 你取得执行名义再申请强制执行 这个就是所谓的空屋不点交的 两阶段处理方法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义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